这个憨憨将一把白色内裤放进了洗衣机 然后又将一张喝不溜秋的擦鞋垫放了进去 难道是要让内裤和擦鞋垫一起洗 这样洗脱了的内裤不会有脚气呢 是的 你没猜错 因为洗衣房的价格已经从两块涨到了三块 穷低的憨憨掏了所有私房钱 也才攒满三块钱 为了结余玛丽 都没舍得用洗衣房的洗衣液 而是住在了擦菜板和肥皂 擦了一点点肥皂碎到洗衣机里 然而憨憨在属内裤的时候 却发现星期三的内裤不在里面 仔细一想发现今天就是星期三 内裤还穿在身上 憨憨就想好不容易来一次洗衣机房 如果不把内内全部洗完 怎么想都不划算 于是憨憨躲到旁边的隔板里 想把内裤换下来一起清洗 却不想就穿了旁边小姐姐的裙子 这下子就大发了 然而憨憨还是有点智商的 只要加紧裙子走路 别人肯定发现不了我穿的是裙子 然而旁边的小哥哥一眼就看出了古怪 这个魅眼抛出来憨憨慌的一屁 憨憨就想啊 你敢嘲笑我 我肯定让你好看 于是憨憨就用全部家当买了一杯黑咖啡 找到小哥哥的洗衣机前 漫不经心的换了小哥哥的洗衣液 小哥哥果然上到 一杯咖啡下去所有衣服全黑了 小哥哥怀疑是憨憨干的 然而憨憨也是个狠人 为了不被怀疑 硬是将一杯洗衣液干了下去 咱就想问这伤敌三百自死一千的做法 到底划不划算 咱就想问这伤敌三百自死一千的做法 咱就相信这伤敌三百自死一千的做法